我 我跟你说那儿有点肥子 他买的是白糖 我还没什么 人家他不得有一个小娃娃 他就说买着回家吃啊 给他娃娃等下小时留点白痴 所以走路走路啊 给他吃你啊 生活嘛 结果他这个娃娃太聪明了 人家拿不相睡 免费其他小时的人真挺烫 他把我们的鸟骨头全部买完了 人家最后还兼职半年天 给人家买一个碗 我还说他脚的方法 我觉得还挺好啊 我还讲我耳朵的肥胖 哈哈哈哈 树上熟的金钻凤梨 你还可以这样吃哦 中间的鸟也可以直接吃哦 六胃五